股市见底了还是继续跌 告诉自己看长远点 这期视频呢 做给的是2030年的自己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看完不理解 或者喷我什么呢 都可以理解啊 为什么做这期视频呢 因为我发现最近因为股市的波动 我好像有点变得短视了 变得有点患得患失了 市场呢跟个神经病似的 每天上蹿下跳 一会儿因为俄罗斯乌克兰 增兵撤兵几十米 这面股市呢就上下翻飞几十点 前脚刚说撤军 股市大涨 第二天呢晚上就说扔了手榴弹 一会儿呢又增派兵 隔天股市呢又大跌 一会儿啊 俄罗斯这面消停了几分钟 美联储几个老哥老姐啊 轮分的出来讲话 我却感觉平时 怎么不见你们出来这么勤呢 怎么最近我感觉他们天天在讲话 上午讲一个下午讲一个 可能是我对之前的市场没有关注这么细啊 也可能他们一直这么讲 但是最近感觉啊 讲点什么都可以很轻松的操纵这个市场 好不容易有一天轻松了吧 总统又出来说话 又是不容忍这个任何的入侵 又是各种制裁 反正是什么狠话都说 不光如此呢 还给别的国家定这个进攻的时间计划 感情好啊 20年代开始打仗什么的都要提前预约了 对吗 扯远了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相同的感受 就是上述的事件啊 新闻不光影响着股价 每根k线的上下 还影响着我们的心情 起初呢 我也只是抱着这个好奇心的心态啊 去追踪去了解 去试图的寻找规律 试图的找那个啊 转折点 试图找到那个逃顶点 或者是超低点 看各种人的预测分析 看星象 看黄历 越研究 我越发现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刚才呢 看了一条老马发的推特啊 他说 So amazing that we decompress from a single cell to over 30 trillion cells 我们人从一个单细胞 被解压成 30万亿个细胞 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 下面呢 有这个狗哥回复 说我们人出生的概率 是400兆分之一 老马继续回复说 我们是多么幸运的baster啊 就是我们是多么幸运的一群小防毒的 看到这啊 我醍醐灌顶 我们生下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是一个非常奇迹的事情了 已经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事件 能够见证这么多的事情 世界的进步 还有历史 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 我把这个宝贵和稀有的生命 浪费在上述那些杂音上 真的是有一些惭愧啊 我多去关注一些马斯克 多去关注一些space size 还有特斯拉的基本面的进展 它不香啊 想到这啊 想到我刚才直播的时候 讲了一个笑话 分享给没听到的朋友啊 说有一个交易员 在这个交易大厅 听到同事用了这个f word 就是骂人的话 然后呢 马上就被炒鱿鱼了 也许其他的人 可以忍受这样的语言 但是可千万别在这聊 fundamental基本面 这个笑话看懂了 其实还挺好笑的啊 就是f word 其实在英语是骂人的意思 但是也是fundamental 基本面的这么一个开头 所以说表示 现在市场的情绪啊 就已经和基本面脱离了 谁在聊基本面啊 你在做交易 就给你炒鱿鱼 就是业绩再好的股票也是跌 但是啊 我想说 你告诉我 如果长期投资 不聊基本面 能聊什么呢 什么是你我能看得见 摸得着的呢 你能决定打仗的时间 结果还有影响吗 还是说 你能控制加息的基点 时间 或者说 你能管住某些人的那张嘴呢 你只有关注基本面 所以我开头说 这期视频是给我自己 2030年的自己做的 这样的时间长度 以只有基本面 能帮助我们度过眼前的坎坷 特斯拉昨天宣布 一月份下降了 第100万枚的4680电池 这算是里程碑式的进展了 从2020年电池日发布会 大家都一直都在等4680 4680 这期间虽然4680的消息 不断的传出呢 但都也是小打小闹 大家也是不断的在等待 到刚开始建产线 我还经常联系我内部的朋友 问他产量进展如何了 我也很担心 到底能不能很快的ramp up 到现在呢 100万枚下限 这个真的发生的太快了 100万的这个4680电池 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多 一台车85千瓦时计算的话 也就差不多1000多台出头 看起来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是个非常符合S curve的预期的 起步都不太顺 但是一旦到了S curve的转折点 那就是爆发式的增长 接下来几个月呢 可能还是这种缓慢的爬坡 也许到年底 可能看到真正爆发式的增长 正如特斯拉造车的这个节奏一样啊 一开始磕磕绊绊 越到后来越发现啊 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越强 就像一瓶这个陈年的红酒啊 一开始细细品没什么事 喝着喝着发现 哎呀 后劲十足 说到这儿 看到这个Holmas这个老哥的推特 咱们之前去Jason家 还就都认识 跟他拍过视频啊 他说 家人们朋友们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 我不是忽悠你们去买股票 还是什么的 我的这一生啊 就是研究这个软件了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特斯拉的FSD beta 将来会比特斯拉之前model 3出来 还要强十倍 这一点很多特斯拉多头都不懂 老马也回复他说 Indeed 没错 帖子 还有人问特斯拉的德州超级工厂 什么时候开这个 开party庆典 老马回答说 4月1号 上一次特斯拉工厂开工是什么时候 是2019年的12月 在上海 我不能说历史会重演 但是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之后特斯拉的股价 一个呢是近期的影响 一个呢是长远的FSD的影响 希望可以对你基本面的信心有所帮助 再说一个让我恍然大悟的事情啊 今天呢亚马逊宣布上调他们的Prime会员费 按月交呢 每个月之前的12块9毛9涨到了14块9毛9 按年交呢 一年的119涨到了139 反正不管是按月还是按年 差不多就是一年涨20块钱 就这么简单的20多块钱一年 大部分人如果有需要这个服务 都没有理由去拒绝或者是退订 对吧 别看这20块钱不起眼啊 但是粗略的一算啊 是Dave Lee算的啊 美国大约有1500万个用户 因为这20块钱呢 就很轻松的是30亿美金直接进入利润 这就说明着有了定价权之后 改变利润和收入模式会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我忽然就想到了特斯拉以及它的模式 我们不提这个车涨价降价 这种显而易见的数字啊 就拿特斯拉FSD订阅式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简单想一想 虽然说这个自动驾驶呢 暂时还是一个很难攻克的难关 我再不计我给它到2030年还解决不了吗 假如到时候没有买断的选项 只有订阅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现在的FSD200块钱美金一个月 2030年如果全部解决了自动驾驶 您觉得一个月收多少钱合适呢 按照马斯克的推算 2030年特斯拉的产能销售 可以达到2000万台一年 那就仅那一年的车生产的利润 乘以这个200美金一个月 就可以达到恐怖的40亿美金 我这只是按照200块钱一个月 而且只按照2030年那一年的车 闪出来的这个一个月的利润算 如果说2030年2000万台车 那么之前累计会有多少台车呢 还有可能是200块钱一个月吗 或者说如果只有特斯拉解决自动驾驶 那么这个定价权就在他的手中 他岂不是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吗 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啊 结合上面的数字还有数学 还有HoleMath对这个FSD软件的看法 加上老马说Indeed的加持 这些点不知道能不能穿上线 当然了 这些可能对短期的股价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我现在已经说了 我是给我自己2030年做的 所以说我投资特斯拉 如果至少看2030年的话 那么眼前的这些小打小闹 他根本就不是坎坷 就算金融危机了 就算这个股市泡沫了 特斯拉去什么300 150什么的 我刚刚看直播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讨论特斯拉去150 那去150真的就乐死了啊 就算这样的情况 人们出行还是会用车的 油车它也是必定成为历史 电车的龙头也必定是特斯拉 那么2030年的特斯拉 一定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纪元 定头去杠杆努力工作赚钱 是让你穿越牛熊的不二法门 再一个就是 有句话我觉得讲特别好 就是如果你只盯着脚下的这个石头 或者是坑或者坎 你是永远走不远的 你必须要把你的眼光放在前方 你才可以顺利的跨过眼前的这些坎 好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明镜头 我们下期视频